故宫 皇家生活所在 他巍峨的宫墙里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活 日历万岐的皇帝 怎样处理政务 宫廷中肃末而繁琐的典礼 如何进行 过年过节 后宫的妃嫔们都要做些什么 那些后宫戏中 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真的吗 读书特邀 故宫博远专家 愿红旗 王子林 与您分享故宫经典之 清宫生活图点 各位好 欢迎一起来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 故宫经典系列图书 继续来读的是这本 清宫生活图点 这一套书中间这一本 实际上是通过 到现在为止还留在 故宫博物院的许多的文物 还有一些典籍 让我们去看一看 宫中的真实的生活 昨天我们通过这本书 去了解了皇帝 他的真实的生活 尤其是他的政务的生活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后宫的生活 所谓后宫就是皇帝家庭的生活 对吧 他的妻子儿女 后宫权力最大的自然是皇后 我们对于皇后常常都有很多的想象 觉得就像您说的 母仪天下统领后宫的一个人 全中国好不容易选出来这么一个 应该是德才兼备 才貌俱佳 是这样的 可是我看了一些皇后的画像 感觉不是这样 比方说像这个顺治的皇后的像 大家看一看 这是顺治的皇后 长得挺富泰的 这是嘉庆皇帝的皇后 再看看 这是道光的皇后 我看了这几张画 我就觉得 这些皇后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漂亮 他们选皇后 并不是那么重视容貌 这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印象 对 皇后是主管六宫内庭式的 所以她必须要看她的家庭出身 看她本人的德才 这是选皇后的两个标准 哪些事情是表示皇后的身份和地位 在后宫里是至高无上的 那就是大婚 皇帝的大婚 是皇帝15岁要成婚 有的皇帝是当皇子时就成婚了 所以她就没有经过大婚这个程序 只有在清代只有四个皇帝 顺治康熙 同治光绪 这四位皇帝从小继位到15岁的时候 她要举行大婚典礼 她们的皇后是从大清门坐着凤雨 进到了紫禁城那边来 这是皇后的最荣光的一面 这个大婚 她从大清门进来为什么就是特别荣光呢 只有她们能进呢 其他的妃嫔都没有这种资格 都没有这种资格和待遇 因为按照中国的建筑制度 它是按周离来建的紫禁城 建的时候规定说天子有五门三朝 后面有三朝大殿 前面有五座大门 从大清门 天安门到端门 到五门 到太后门 这是五重门 后面有三大殿 太后殿 宝和殿和中和殿 五门三朝 这是天子才能拥有的 其他的诸侯亲王都不能拥有这个 所以说她结婚的时候 皇后经过五重门进来了 走的是天子之门 这是最高的礼遇 最高的规格 你看书里面也用了好多 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还藏着的 就是当时大婚的时候 所使用的一些礼仪 使用的一些物件 就是我们从那个排场上来看 那就不得了 皇帝成婚非同民间 要经过温明 纳采 大征 策利 奉迎成婚 这六个礼 纳采是一个很隆重的 这么一个场面 纳采就是皇帝向皇后家 去下聘礼 这民间也有这个 要订婚的这个仪式 其实就是订婚仪式 下彩礼 下彩礼 再一个隆重的程序 就是过嫁妆 就皇后的嫁妆 要进到紫禁城里头来 两个人一台 或者四个人一台 要进二百台 这个嫁妆呢 要进两天 所以必须得要 那个自己家底 应时的人家 才能嫁得起女儿 这些个嫁妆呢 从摆设的家具 大见的 一直到针头献脑 什么都有 从这个大婚就可以看到 皇后在整个后宫里面 她的地位是最高的 我在里面看到 有一枚皇后之宝 大家看看 这枚印有多漂亮 这是体现皇后的地位的 是吧 是在她被册封为皇后的时候 才能拥有这枚印 身份证 是纯金的 纯金的 重是一千八百克 她这枚印盖出来的字 就是这个 一边是满文 一边是汉文 皇后之宝 我们就可以看到 皇后的身份和地位 对 但是好像说起来 皇后也还有很多职责 挺累的 据说那个 皇后还有一个职责是 皇帝在 肇姓妃子的时候 这个皇后呢 为了她的身体着想 得要控制她的这个照性时间 这是真实的吗 这是清白类钞里记载的 这是小说体的 可能是野史 在正式里面 没有见过这样的记载 这个里记载的呢 是孝真皇后 就是贤丰的皇后 孝真皇后呢 对孝心 就是慈禧 就是皇帝 要玉姓 那个妃子 她是有时间的 不要超过一定的时间 她就是在 朝姓的时候呢 都要经过皇后 皇后这个权力 在这方面显得也很突出 就是超过了一定的时间 她要考虑皇帝的身体 她要念祖宗的家法 那也就是说 贤丰皇帝在照姓慈禧的时候呢 慈禧 慈安还得在外边守着 就是说你时间长了 她就要开始念这个祖训 祖训 你就提醒不要时间太长 为皇帝龙体着想 着想 皇后真够累的 这不过还是属于那个野史 都是明代记载过 她的制度祖训 什么祖训呢 就是说你皇帝 不论到妃子的寝宫里面去过夜 你去灵性完妃子过后 你都回到你的前寝宫过夜 她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避免妃子之间 互相的争斗 因为你到妃子那儿去过夜了 那么那个妃子受宠了 其他妃子不满意了 互相之间就开始争斗 互相恰了 她是为了避免这个 明代有这个制度是祖训 那像您这么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剧里面 皇帝今天在这个妃子的宫里过夜 明天在那儿过夜 这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对 符合历史存在的 对 清宫生活图点艺术的主要内容 宫廷生活 尤其是清代地后妃嫔们的生活 皇家文献中一直讳莫如深 而本书通过大量宫庆文物 展示了皇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清代皇帝怎样管理她的三宫六院 那些宫斗戏中 你死我活的战争 真的在后宫中存在吗 慈禧太后怎样生下了同志皇帝 广告之后读书 那么后宫他们日常的生活 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比方说现在热播的《甄嬛传》 那十几个人 十几个妃子 包括皇后在内 围着这皇帝争风吃醋 互相争斗 甚至是杀人灭口什么的 真实的清宫生活里 这些事情有吗 不会有 不会有 就是说明代有这些 比如说妃子把谁给害死了 有这个记载 但是清代没有 清代他的后宫管理 非常的成功 我记得东西六宫的陈设 里面挂的是后辉图 十二后辉图 按照周理 从周理里面 把这些要求 你作为一个妇人 你要遵守的道德 写成扁 挂着十二后辉 那个图像挂着两边 挂了个后 乾隆八年后 乾隆六年 她下了一道玉子 说这个必须永远地保留 一千年 一万年之后都不能变 作为一个女的 你要遵守 三宠四德 三纲五常 另外那个十二宫训图 她是选了历史上 十二个贤妃和贤后 令那个宫天画家 画成绘画成画 或者是孝敬公婆 或者是为皇帝排油解难 都是后妃的美德 乾隆亲自为这十二富图作战 一富图一富图的 她来作战 这十二富图不是平常都挂 到年节的时候才拿出来挂 各宫的居住者 就是主位要反省一下 自己是不是按照这个公训图 最要求的呢 这一年是不是这样做了 看起来这个清代后宫思想教育 搞得不错 你说到这个美德 那我想起来这个乾隆皇帝 就对这个孝贤淳皇后 非常喜欢 这就是孝贤淳皇后的 穿朝服的像 你看长得非常的秀美 而且很端庄 就据说孝贤淳皇后 就是德性极好 乾隆皇帝啊 在他去世之后 非常的怀念他 他们夫妻感情很好 乾隆皇帝呢 就是看了一本书 盘到了 就是用那个鹿皮 鹿毛 碾成了线 就是缝了衣服口 又保暖呢 又节俭 就是回来呢 把这件事情 给肖贤皇后讲了听 皇后听了以后呢 就进行就是自己思考 确实是 这个废物啊 把它碾成了线 做的东西就这么好 就想着自己怎么样 也在这方面啊 节俭 减少这个宫廷的开支 结果孝贤皇后 用鹿皮 给乾隆缝了一个荷包 让乾隆皇帝挂在身上 乾隆皇帝看了以后呢 既觉得孝贤皇后 对自己感情很深 亲自缝制荷包 另外呢也是她用废料 做了这个荷包 所以呢 小贤皇后去世以后呢 乾隆皇帝一直待在身边 小贤皇后呢 是在济南得的病 在德州去世的 乾隆皇帝是 从此不走济南 不去德州 怕去了以后呢 引起伤感 三十多年以后 这乾隆皇帝想起来 还是耿耿于怀 那么说到后宫 清代您刚才说了 它是用非常好的制度 来让他的后宫 没有出那么多的乱子 和我们在影视之中 所看到的那些完全不一样 那么后宫 他们日常的生活 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养育孩子吧 为皇帝留下血脉 这是不是他们后宫的 这些非典的主要工作 那当然是这样 明代的时候 有一个万历的一个太监 叫刘若玉 他写了一本书 他就感慨 说现在这些非典 都不生孩子了 干嘛呢 都去养猫 养个子 他说我们祖先 把东西六宫 有四座大门 叫白子门 千一门 东师门 和宁子门 这四个门的意思 就是代表 要多生孩子 繁衍后代 对 繁衍后代 可是我们现在的那些非子 他说不这样了 去养猫养狗了 所以他说 不其余政务 不其余政务 你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为了多生孩子 永续地着 延续帝王的后代 江山才可以万年 书中就讲了说 生儿育女宫内很重视 在宫中现行择立中 都有育洗待遇等规定 就是说如果你还了孩子了 那么你的待遇马上就会提升 提升 他就举了个例子 说这个慈禧 像这个宫中生儿育女呢 在宫中现行择立 都有明确的记载 后妃们怀孕叫育洗 待遇呢 就是有可明确的规定 但是属于习俗方面的内容 才记住这个档案 根据档案记载呢 慈禧太后 还是宜宾的时候 她那个预洗了 生育同志皇帝宰纯的记载 在生育前三个月 一贫之母 就是她的母亲 既允许住进宫里来了 一般的后妃是母亲 是不允许 不允许同住的 对 不允许同住 有一个会亲 也就是几个小时就出去了 所以这个呢 是允许居住的 先封六年 1856年 正月23日呢 当时慈禧呢 住在储修宫的后殿 她因为身份不够啊 所以她不能住正殿 在储修宫后殿 刨洗坑 这洗坑是做什么呢 就是埋那个包衣 定念洗割 安放筷子 取这个快快生子之意 还用红筹子和金银八宝 就是在一边刨在洗坑 一边那个就是红筹子 这些个金银八宝呢 都放在这边 临产时呢 从养心殿西暖割 取来大楞刀 这个挂在储修宫后殿 冬刺间 据说这是可以辟邪的 就是从乾金宫呢 取来一产石 取来的石头呢 就帮助她顺产 同志毕呢 于三月二十三日生 小孩啊 当生下来嘛 寓意给她吃福寿丹 让她开口 这个书里呢 还记载了 慈禧当年生孩子的 那个储修宫后殿 就因为她生下了同志 皇帝啊 那个殿改名为利景宣 另外呢 慈禧是贫的身份 贫的身份 生那个同志 第一天生下来孩子以后 第二天就把她生为了妃子 母一子贵 对 母一子贵 就看来在后宫里头 有没有孩子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了 非常重要的 清宫生活图点 是一本清代宫廷文物的图籍 其中还收入了许多宫廷画师的作品 描绘了读书 游乐 节庆等皇家生活的场景 通过这些流传几百年的珍贵画作 我们可以看到 清代的后妃们平时是怎样打发时间的 宫中有什么习俗和信仰 广告之后 读书继续与您分享 后妃的生活 除了她完成她的主要工作之外 她们的日常生活 应该说想象起来还是很枯燥 是吧 但是又有那么多的后妃 后宫的人聚集在一起 像书里说的 康熙是有54个妃嫔 而这个当然最少的是光绪 只有三个 那她们那么多人在这个后宫里面 她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怎么打发 像我们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 就像这个封面 这是康熙年间的一个月曼清油 鸭雕 你看有读书 下棋 更多的是做女红 像自己做的袜子 做的鞋 互相秀秀这个鞋面 在宫里面都穿那种花盆底的鞋 过去不像现在 我们穿多大号鞋到外头就可以买到 那都得自己来做 目录那个地方有一幅画 就是前冬十号的 是在那个前冬花园里面 有这么一幅通勁画 这就是一个王辉坐在这儿 在欣赏这些孩子的一些游戏 一些活动 其实这个画呀 充满了那个生活的情趣 你看那个地上 有一个小孩在那儿吹箫 他肯定是吹了一支 非常欢快的乐曲 你再看那个床上的 那个最小的小孩 比他呀斗得高兴了 他要下去 但是后面的宫女啊 拉住他 别下去 你听我的那个薄浪鼓 薄浪鼓的声音好听 但是小孩呀不愿意 他也下去 你再看这边这个 比较大一点的那个公主啊 在这儿倒茶 倒茶的时候啊 她的背后有一个小的房子 这个她说了一个悄悄话 说的时候呢 那边呢有一个 比较那个两长的公主 手里面要拿着扇子 斜着眼睛呢 在看他们 就说你们又在说什么悄悄话 想什么坏主意 在看那个地上 那个小孩呢 在那个火汤盘那儿烤东西 烤他最爱吃的那个零食 所以说王辉呀 看到这些孩子们 在他面前 那个游戏的场面 他呀心里呀非常高兴 嘴角啊 露出了一失笑容 和情绪 他不气息很浓郁嘛 对 但是跟咱一个普通人家 他是一样的 一样的 只不过他身份是黄飞而已 这就是真实的反映了宫中的日常生活 其实他们在年节的时候 我看书里讲 也跟我们普通人一样 由于他们没有办法出去买东西 就是无法享受买卖的快乐 好 所以于是就专门设了一条买卖街 然后让太监们办成各种商贩 然后在那两边摆着摊位 在那买卖 然后皇帝妃子也在其中游走 假装买点东西 什么的 体会这个世间的民间的这种乐趣 还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游戏 甚至我看到一条说 他们能够把清明上河图 全部演一遍 找乐的方式还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还有别的找乐方式吗 像那个中正十二行乐图 那就说在圆明园里面 这个皇帝 后妃 嫔妃们 女眷们在一起 像中秋 傻月 九九 登高 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活动 每个月一次主题活动 你看那一支是 他雍正时候的根治徒 雍正房地搬成农夫 他的妻子女眷就变成子女 什么之类的 跟他到田间 雍正房地在那儿擦烟呢 他是真擦呢 还是在那儿演戏 真擦在那儿擦 他的女眷给他送茶 可能也就是鼓励 这个农丧 起到这个作用 其实我们所 现在回过头去看 这个《清空的生活》这本书 它都是从历史记载 从当时的文物 我们去想象 当时的生活情景 是怎么样的 和我们一般 对民间生活的这种情景很像 各种活动来自于民间 他们就是高于民间 可能他们居住的环境 周围的这些个使用的物件 可能要高一些 但是他们也是有七情六欲的 也是愿意享受天伦之乐 反正来自于民间的生活 又高于民间 这就是构成了皇宫里面 这个家庭生活的一个面 尤其是这书中这幅英系图 英系图 对对对 也挺有意思 也挺有意思 它是一幅通行画 它放在那个房间里面 它是透视的 它是跟那个里面的室内装修 结合在一起 现在还放在故宫吗 还在故宫里面 因为它画了那个天 就那个图画里面 那个天是蓝色的 它房子顶上的装修 也是蓝色的 你进去一看 就好像前面真有 就是一个真的场面 一群孩子在那玩 你看这中间 要三个孩子 在那执舌子 执舌子的谐音 就是生子的意思 还有生子 旁边有孩子在那儿骑马 叫马到成功 还有那边站着两个王妃 下面有一个小孩 给他献花 为什么要献花呢 我把花献给你了 下一步 比较该应该是截止了 叫花开截止 在背后呢 大概有三个小孩吧 在这儿放风筝 那个风筝呢 做成一个蝙蝠的样式 飞到天上了 叫洪福齐天 像这样的这种 画家们留下来的 反映宫廷生活的这种画 应该是很多呀 很多 用写实的方式 来记录宫廷的生活 所以它的这个 给我们的可参照的 这个可信度就很高 所以说你通过这本书 就可以了解到 你平常了解不到的东西 对 曾经真是有那么的 真是有这个 在那个那么大的物资里面 生活过 对 唯一不同的就是 他们不能出来 到城市里面 到农村里面去 不能真正地跟老百姓接触 这是他们唯一的遗憾 只能生活在高高的城墙里面 在故宫文物中 这是个不起眼的门类 其背后却隐藏着珍贵的历史 为什么说太和殿 金砖漫地的说法不确切 故宫威慕的建立群中 为什么出现过蒙古宝 公平藏坦的庐山真面目 究竟是什么 读书特邀 故宫博远专家 院红奇 故宫出版社编辑 朱传荣 与您分享 故宫经典之 故宫藏坦图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